歡迎來到日日超市 今天來到大美督的露池田巴士站 我們向前走 走前一點 你就會見到這個任飲任食的燒烤樂園 沒錯 在這個路口直走進去 進去一路靠左行 你還會見到條河 接著走多三分鐘左右 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右手邊的斜路 我們不要向上走 我們往左手邊這個方向 向前走一分鐘左右 沒錯 向右轉個靈彎 遠遠就看到一棟寫著1970的建築 右面數過來第二間 怕大家不清楚 做了一個地圖 大家留下它 那就一定找到 來到我才發現有兩間咖啡 但我今天的目標 是右手邊這一間 Pimmery隱世咖啡 大家要記住 它是逢星期二三都是放假的 而開放的時間 是下午的12點至到夜晚的6點 5點鐘 Last Order 當然 打電話去問一問 就更加安全 不用網門釘 環境大家都看到 優雅到不得之了 最適合我這些偽文青 除了拍照和打卡之外 大家留意一下身邊 原來還有一些花馬子 看得出家人設計的時候 花了多少心思 再走進一點點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一個很獨特的燈飾 是不是柴 柴 在柴的燈火之下 慢慢看一下書 真是一落也 說了那麼久 先點一杯Herbal Tea 它總共有十款不同的選擇 如果你不清楚 其實可以問一問店員 你想要什麼口味 他會慢慢地告訴你 另外 就點了這個Sermon Bagel 和Coffee Mousse Cake 好期待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想不到喝什麼的朋友 可以像我這樣 走到旁邊這裡 自己倒杯水喝就可以了 十多分鐘之後 美味的食物已經放到桌面上了 超肚餓 但是我都要拍下給大家看 今天的Herbal Tea 我們是選了這個芒果茶的 嗯 咦 沒有芒果味 我以為有芒果 但是也很好喝 接下來有這個Coffee Mousse Cake 樣子漂亮就不在話下 表面那幾層Mousse是非常之軟滑 濃濃的咖啡味 最底有一個軟的餅 吃下去相當夾 這麼舌頭忍不住要給點點讚 接下來有這把我肚子的Sermon Bagel 不斷意這樣掀開裡面 給大家看一下 三文魚的份量是相當足夠的 裡面有些什麼 是不是很豐盛呢 最緊要就是它的Bagel 是自家製作的 我們和店長只是聊這個Bagel 都聊了半個小時 大家分享下煮食的經驗 真的很開心 有趣 除了底層咖啡可以吃東西喝東西之外 樓上其實都別有洞天 帶大家上去看一下 穿過這條打卡的樓梯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小小的展覽廳 裡面有一些自家代理的產品 看來是一些天然的產品 不過我沒有細心的閱讀 大家一場來到的話都可以看看 再進去一點點的位置 你會看到一些很可愛的產品 但看之前呢 我要先去洗手間 就是這個位置 說回剛才的產品 我們會發現有很多 是用動物來做主題的 除了動物之外 還有一些還有環保的意識 例如下面一個是用竹做的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問一下 店員會很樂意地解釋給你聽 這是什麼來的 今次冒險女王金舌頭 找到這麼有趣的地方 實在太棒了 有時間的你呢 其實可以慢慢地欣賞 身邊所有的事情 實在太多東西 我是還沒發掘的 那好吧 今天就說到這裡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我們每天超市 那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尾尾探藥 好美呀 拜拜 下次再見